大家好,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,相信小伙伴们对前不久的泰国沉船事故都有一定的了解,由于泰国政府对此次事件的处理不够得当,一度激起了我国民众对泰国的不满,由此很多人也不再打算去泰国旅游了,毕竟好玩的国家有那么多,也不止泰国这一家。 对于东南亚一些国家,虽然物价比较低廉,花很少钱就能玩得非常过瘾,但是去一次就够了,去多了也就没什么意思了,而欧美国家的消费太高,大多数人又是很难承受得起的,于是大家开始把矛头纷纷转向我们的老大哥,有战斗民族之称的俄罗斯。 自从举办完世界杯,参加过我们的上河峰会后,俄罗斯跟我国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,开始对我国游客施行暂时的免签政策,以鼓励两国人民深入交融。 自从这一政策颁布以后,我国前往俄罗斯的游客数量就翻了两三倍,俄罗斯许多落寞甚至不知名的旅游景点都因此被带动起来,重新焕发出了活力,这极大的推动了俄罗斯旅游产业的发展。 同时也为我们两国的友好交往做出了重大贡献。 要知道,在俄罗斯旅游不仅拥有极高的安全保障,还能够受到俄罗斯人尤其是俄罗斯美女的热情接待,因为他们国家如今的男女比例失调,正需要我国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来把他们娶回家去。 怎么样,在座的小伙伴们有没有心动呢? 好了,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,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,欢迎大家点赞评论。 喜欢我就先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